词曲 李宗盛 顶礼本事实在牟尼佛 顶礼为元素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别千万千难遭遇 万千年都连结如来真实义 为度发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大圆满前行》当中 现在正在讲供曼茶路这个地方 在这里主要讲积累资料 积累资料下面讲供曼茶路当中前面介绍了 这个前世的福德很重要 主要讲这个道理 下面就是说 当今时代当中 在一些穷相批昂的地方 人们看到稍微有受拥地位的人 就便大呼小叫喊道 说是上师之啊 这个人多么多么了不起啊 这样的大惊小鬼 其实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也经常有这样的 比如说有一些 不仅仅是一个小的贫穷的地方 甚至一些大的国家 有一些钱财 就像国际上 比尔盖茨 巴佛泰等等 他们觉得很惊人的 或者说像李嘉诚这些 其实从世间的一些 个别人的看法来讲 他们非常惊讶 赞叹 也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福报 但另一方面讲的确是 翻开历史的话 现在所谓的这些具有大财富的人 也不一定是特别那么惊人的 应该这样讲 其实如果遇到了殊胜的福田 加上自己怀有一颗清净的心 到达这种程度 并不是需要积累 很大的福德资粮 几个例子来说 在历史上是有我入网转类网 我入转类网当在因地的时候 他以前在积累资粮的时候 曾经有七颗万毒的布施果报 后来通知三十三天以下的 这个公案好像以前也是讲过吧 《贤余经》里面有 曾经佛杀佛 来到这个世间转法轮 到城市里面去的时候 当时有几个小孩 有两种说法 有一个婆罗门的儿子 当时他准备前往另一家 准备办喜事去那里去看望 在路上的时候看到 佛萨如来已经出世化缘 这个时候本来他手上拿的一些豌豆 这个豌豆准备按照印度的传统 杀在西粮上面开广 好像现在汉地也是有吧 闲花开广吧 什么花啊 放鞭炮 放鞭炮应该是取摩的意识 杀花开广 当时在车上摆很多祈求 这个祈求一接触想爬 马上就破裂了 是一种象征 还有很多很多 当时印度也有这个传统 所以他本身是想看新娘 准备杀豌豆 手上拿一把豌豆 结果路上看见 我如来想好的庄严 就非常起信心 去欢喜心 然后就马上向他供养 向他供养的时候 当时四颗豌豆落到他玻璃面 然后两颗豌豆接触到他 然后掉在地上 然后以这个功德 当然这个是特别殊胜对境的原因 因为殊胜对境的原因 他当时四颗豌豆的果报 后来通知整个四大部咒 称转轮我入王 历史上是第一个转轮王 然后以两颗豌豆 实际上他通知了两天 也可以说 三十三天和四大天王 他通知了两天 所以我们不能以小小的功德 作为无所谓 无所谓 若中小三与两福田 何必获报 应该是《诈宝藏经》 当中也这样讲的 如果一个小小的善根 遇到了两天 遇到了特别殊胜的福田 一定会得到特别大的果报 特别大的果报 所以在这个经典当中也讲了 应当清醒造诸功德 莫与小善吧 善法的善 生下列相 莫与小善 生下列相 有这个教证 意思就是说 应该用精清醒来作出功德 不要以小小的善 认为这是下列的 没有什么善法的 不要这样认为的 还有刚才我讲的 《咸语经》里面的公案 好像《定生王如来因缘经》的说法 稍微有点不同 《定生王如来因缘经》 其实当时圣君王请求 讲《定生王前生因缘》的时候 佛陀也当时说 圣君王是波士尼王 刚才《咸语经》里面好像是阿难请求的 当时佛陀就是他的因缘 当时在《因缘经》里面说 曾经辟婆师傅 在出世的时候有一个上主 上主也是跟下面的阶段情节 基本上是相同的 也是遇到如来的时候 他就生起欢喜心 然后供养绿豆 那个里面好像讲的是绿豆 绿豆和碗都差不多吧 是吧 然后他供养四颗 落到碗里面 然后有一颗好像吉祥波鱼 掉在地上 然后并且他当时 也是发了这个愿 以此布施光大因 得福世间自然知 以这个波士 得福得自然知 愿我受益神石流 先佛唯度皆能度 先佛唯度 遮皆度 他就发了这个愿 其实这个我们经常 藏文当中也是有这个偈颂 我们平时念《少师仪轨》 好多仪轨当中念这个偈颂 自己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做任何的布施 做任何供养 那这个时候自己实在是 其他的想念《普行行愿品》 这些有一定的困难的话 就念这个偈颂 也就是说 以这个布施光大的因 让我得到了 佛陀世间的自然知 然后得到这种智慧以后 愿我很快的时间当中 就是能超越生世轮回 并且以前很多如来 没有能度脱的这些众生 依靠我的威德和智慧力 全部得以度化 以这样发愿的 他发了这个愿以后 也是同样的 后面的这个过程 也感受到这样的果报 也就是说 他当时在天界当中 跟天王平起并坐 因为佛陀当时说 如果他供养的绿毒 没有掉在地上的话 实际上是他获得了天王的果位 但是因为当时他的绿毒 掉在地上的原因 他天王的果报没有 他跟天王平起并 也享受这样的果报 所以我们一般供养 在这个时候还是好好地交代 这也是很重要 好 所以在这里讲到了一个是 其实我们简单地 从历史上面的话 比如说现在我们 世间当中特别有福报的 我们有些人看到 这个老板多少多少钱啊 这个人是有多少多少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前世造了特别大的业呢 也不一定 他遇到了特别殊胜的福田的话 那么可能以小小的福德 也会有引起 或者干燥这样的果报 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 他这里说 波士尼王的俘虏 也是以前布施 闻日无岩石的石团 无岩石团的果报 也有这样的说法 这个可能公案当中稍微有点不同 《毗奈耶经》《破生事》当中 有一个波士尼王的公案 但这个公案的说法 稍微有点点不同 那个里面说 当时阿难尊者来到波士尼王的时候 波士尼王那里的时候 非常高兴 波士尼王他请教一个问题 他说 我国王一方面很有福德 现在有这么大的财富 但另一方面 也有比较奇妙的一些特殊的业感 他说 我经常用饭的时候 出现一盘香根米 可能当时印度的 可能是我们现在的米饭 然后还有是一个素鸡 可能鸡肉 两个鸡肉 一个经常掉在地上 一个在盘里面 他经常有这样的 还有一直感知这个素菜 他经常会出现这样的 当时阿难尊者听到之后 并没有特别地给他回答 他就感到很稀有 他只说感到很稀有 这件事情回到僧众里面的时候 阿难尊者随便给别人讲了 他以后不知不觉地 慢慢地传到世尊的耳利 然后世尊这个因缘 就告诉了整个僧众 世尊说以前有一个人 他就供养独獗 就是有一个长者 他就供养独獗 一个是米 还有当时的鸡肉 还有甘蔗 但是他供养的时候 一直掉在地上 以这个果报的话 即生当中波士尼王 他实际上都获得了 这样特别大的福德 因为他当时独獗 非常了不起的原因得到这样 但是他供养的这种方式 他当时有部分的食品 掉在地上的原因 现在也是在经常 他的福道感召当中 也会出现这样的 所以佛陀要求 以后任何一个人 供养僧众的时候 供养殊胜对境的时候 一定要把供品 不要掉落在地上 这是我们在藏传佛教当中 也是经常有 比如说供养僧众 这样的时候 吊在地上的时候 尽量地不去供养 我们好像汉地也是这样吧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 有些某某上师 出家人供养的时候 不知不觉把马拉多佛 吊在餐桌上 然后准备吃的时候 旁边都说不能吃 不能吃 然后大家都不让吃 把它扔掉 这也是可能一种习惯 也符合佛教的基本思想 现在世间人说法 就是这样的 基本思想 基本原则 哎呀 喝普尔茶好香 还有什么 刚才讲波士尼王 波士尼王的故事 还有这样的故事 非常多 我们这里不用讲 实际上真的有对佛陀 对僧众有信心的话 很多故事 其实对我们整个 今生当中的福报 今生当中的这些 包括贫穷也好 什么都应该很容易了解 有时候自己虽然比较穷 但是你自己饮有的这些财富 全部供养给别人的话 也有很大的功德 当然遇到了殊胜的供田 殊胜的福田很重要的 还记得《杂宝披衣经》里面 有一个叫做虚大的施主 他特别特别的贫穷 他和妻子基本上是 以乞丐一样过生活 一辈子都特别穷 后来有一次他们在垃圾桶里面 在粉桶里面 找到了一块木头 结果这个木头坦香 印度的坦香以前也是很贵的 现在也比较贵 当时卖尘得到了四度粮食 四度粮食可能蜜吧 非常高兴 他们说现在可能应该 还是暂时我们吃饭 没有问题的 丈夫她说 我买一点菜 你把蜜好好地来做饭 在这个时候 佛陀用智慧观察 知道度化他们的因缘已经成熟 然后先派舍利子 他刚好一度粮做好了以后 派舍利子 妻子看到他正眼的身体就供养了 全部供养了 他就开始准备 本来有四度粮 第二度粮就开始住 开始住的时候 佛陀又安排目犍连 这个妻子又看见以后 又起行星 又供养了 第三度粮做的时候 佛陀又派伽舍尊者 然后假设尊者来了以后 这个可能很虔诚的 不然我们世间人 可能破口骂人也不知道 然后开始又供养了他 后来他想如果再来了一次 可能我都受不了了 这些弟子来的话我都不供养 不然我的丈夫知道了以后 也可能他特别生气 他也可能马上到了 在这个时候佛陀亲子来了 佛陀亲子来了以后 他一看都是 比身体更庄严 他实在是忍不住 起行星 然后四度粮都全部供养了 供养完了 过一会儿 丈夫来了 张伟来了以后 他特别害怕 妻子特别害怕 然后他刚开始的时候 不敢给他说 他说 哎呀 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福报 很好 佛陀的舍利子 穆尖连 他们入城市化缘 这是很好的机遇 他就不敢直接说 然后这个时候 他那个许大业特别虔串 他说 如果他们来的话 那我们应该供养 好好供养 那么这个时候他说 我已经供养完了 全部供养完了 然后他丈夫也非常欢喜 后来一次因缘 这一辈子当中 他家里也是出现宝藏 有许许多多的财富因缘具足 然后他们把财富来作 供养三宝一生当中也得到 获得了神道 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其他的一些经论当中 也经常有一些 如果真正心牵持 遇到特别好的福田的话 当然是功德特别大 但是现在很多人想供养 供养的时候的确也是 最好先观察 如果没有观察 光是别人说 他是如何特别了不起 然后自己的很多 最珍贵的 最宝贵的 甚至自己家里面 没有很多钱全部供养完了 过一段时间就产生后悔 知道这个人的过失 那这样是很不好的 因为以前佛陀的弟子 到最后的时候也是确实 让人们不会做一些神邪见的事 或者说 不可能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但现在的人确实也很难说 当然现在并不是没有圣者 像目犍连舍利子那样 当时佛教在过期的时候 所以这样真正得过的人 都是不一定 但是的确也是在现在的世间当中 有一些善知识 但是不是善知识呢 我们还是需要 至少也是要观察 观察一段时间 这是佛教的有关经典 论典里面 都是这样讲的 否则先来不及观察 马上急急忙忙地 恶狗遇到肺肉一样 马上去结缘 结缘完了以后 自己心里也不舒服 或者后来对佛教 也经常诽谤 这些都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事情 所以在供养的确也有 很大的功德 尤其是遇到 特别殊胜的对境的时候 不管是古人也好 现在的人也确实有一些 自己也是感觉得到 通过这个因缘以后 才能具足财富的 应该有很多的因缘会出现的 但是在这方面 我们可能也需要一种智慧 这是一个道理 下面说 昔日阿底峡尊者也是刚开始来的 其实一般的福报 不是需要特别大的资粮 阿底峡尊者当时来的时候 当时整个藏地 比现在还是繁荣长生的多 可是尊者说 西藏是真正成了饿鬼世界 在西藏居然没有一个 能享受曾经对清净福田 布施一朵清口果报的人 那本来当时的西藏历史来看 比现在 华智仁波切 应该是十九世纪 在那个时候 我看看 应该是 在这个时候 西藏的整个经济状况 应该是以前是好的 但是阿底峡尊者的眼里 就是把西藏 看着饿鬼世界一样的 其实应该说 当时可能是 阿底峡尊者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当时 你们可能也记得吧 阿底峡尊者 来藏地的时候 当时金金狮子他们 先后都不是派了很多人吗 后来智光为了阿底峡尊者的殷勤 将自己已经圆寄在监狱里面了 然后金子 拿到印度去供养 当时刚开始的时候 阿底峡尊者不肯来 后来金师他们就说 藏地其实经济条件特别的穷 像饿鬼世界一样的 我们出这么大的金子 特别特别不容易 虽然你不是贪执金子 但是为了体现佛教的珍贵 是你半只大的价值 我们还是供养你 我们出击这么大的金子 是特别不容易的 你一定要来 当时他们是这样清趣的 我在想 因为阿底峡尊者 刚开始跟这些人 接触的语言 印象比较深 来到藏地以后 他一直认为是 一直说是饿鬼世界一样 其实在那个时候的确也是可能 但我在想 印度的境界状况也不一定那么好 阿底峡尊者 如果我们的确辩论的话 阿底峡尊者 来到藏地的时候 1041年 在那个时候来的 我原来也讲过 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印度国宝大师 国王不会开许的 来藏地是不会开许的 后来他只有 女友草山的方式 先礼拜二 好像莲花光那里待一段时间 以莲花光国王的 后来才来到藏地 来到藏地 刚开始的时候阿尼那个地方 当时藏地都已经 没有一个同意的国王了 在前红世纪的时候 藏地有一代一代的国王 然后到了后逢世纪 在那个时候 整个昂多 康巴还有前藏后藏 都完全已经分散了 分散以后 当时菩提光是阿尼那一代 在那里的国王 然后当时菩提光 殷勤在寺院里面 当时宝贤医师当时87岁的时候 都已经遇到了 所以当时菩提光的请求 作了《菩提道等论》 为什么叫做《菩提道等论》呢 就是《菩提光请求》 有人也有这样的说法 本来他准备来藏地的时候 当时金金狮子在尼泊尔圆寄了 然后阿底下尊者说 我现在来了也就没有用 因为我的意思 他当时虽然是很有智慧的 但是他不懂藏语 只有依靠意思翻译 最好的意思 都已经在尼泊尔的时候 因为那个狮子金金翻了好几次 上去下去去了几次 当时那个智光还没有圆寂 之前都是有趣了 这样的话他后来就死了 死了以后他特别伤心的 我的舌头就没有了 现在来藏地也是离不了众生了 我的舌头都断了 没办法离众生 但后来信号就是保险因子 因为保险因子其实保险根还有一个 只剩下了这两个 本来是他引擎的有二十一个人 其中只剩下了这两个 保险因子刚开始的时候 他特别的 我们前面也是有这个经历吧 依靠保险因子和阿底峡尊者 当时也翻译了很多的论典 翻译了很多的经典 本来阿底峡尊者当时 在藏地三年 他自己刚开始的语记有三年 要接近过三年的时候 中东巴尊者从拉萨那边上来了 中东巴尊者很想办法 给阿底峡尊者讲很多善意的功德 拉萨的功德 中东巴是一个居士身份的 特别会说 就像我们现在汉地有些人 特别特别会说 你一定要到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里哪里哪里什么什么好 有时候人嘴巴特别会说的时候 到那里去肯定是极乐世界一样的 到了那里也并没有证明 原来印度南卓尔坎布 南卓尔坎布嘴巴特别会说 他给我们讲显光庄严论 然后讲印度南方的岛城 南卓尔坎布嘴巴如何庄严 吃饭 因为所有的僧众都可以一起吃 如何融 当时我们特别羡慕 特别羡慕 到了那里以后 对 我们还是很好 不过整个印度 好的是很好 但是印度确实生活条件 我那天问从印度来的一些出家人 我说 因为早上的时候只有一个天天的茶 叫什么 还有一个 什么叫 不是披萨 叫什么 所以有时候 当时中东巴尊者一直给阿底峡尊者讲 三明义是藏传佛教最开始的寺院 如何如何庄严 然后还有拉萨 拉萨如何如何好 这样讲 然后阿底峡尊者一般显现上 特别特别相信别人的 他一直听 是真的 怎么样啊 中东巴尊者是有目的的 因为过了三年以后 他按现在的说法 护照过期了 马上要反悔 他当时一直想办法 让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这边 后来通过他的 藏人对中东巴尊者是非常感恩 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他的辩才和智慧 当阿底峡尊者最后在 后藏在拉萨一带已经带来十年了 本来是他三年就回去了 后来在藏地已经带来十三年了 可能是1054年 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圆寂的 在猎堂圆寂的 其实猎堂现在很多 有阿底峡尊者的 很多很多的舍利 加持品 那天之神还是谁啊 给我拿了一个猎堂的树 什么一个念珠 是你吧 谁啊 日障是吧 日障是中东巴 对不是猎堂 猎堂没有背锁 是吧 有没有 去了吗 你们 猎堂应该去一下 去了猎堂就是生菩提心了 然后日障也是 我们讲开启修行免费的时候 当时里面不是讲 中东巴尊者的清净 所以我很想去 但是下一次去拉萨的时候 一定要去这两个地方 阿底峡尊者说 对藏地还是说是饿鬼世界 但结果老人家也是在饿鬼世界 住了十三年 度化众生吧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藏地连一个清净的福田当中 供养一度粮食的福报相守的人 都是没有 当时是这样的 不过有些人就说 为什么藏地这么贫穷啊 藏地不是幸福这么贫穷啊 其实我们觉得对财富 我自己认为有了财富不一定有福报 看关键是你这个人 能不能真正行持善法 因为很多修行人来讲 他对财产 有了财产以后 会行散乱的 现在很多人特别注重自己的传统文化 和一些宗教的 真正心灵的财富 所以有了 比如说有经济的财富 实际上是真正的福报 能不能打平衡呢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我想现在不但国家 他们基本上都不愿意开放 好像到那里去住一天 可能要一百美金还是多少 就是他们有要求这样的 为什么呢 世界各个都是在开放 他们有些人认为 他们很保守的 但是他们是想为了 保护自己传统的形神价值 不受外来的垃圾思想 对他进行冲击 他有这样的目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从人的价值观不同 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有福报的话 有钱才对的 那么内心的智慧有的话 那不一定是有福报的人 其实真正人拥有的 内在的精神和内在的快乐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 应该可以这么说 它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每个众生 他所享受的 等流果 还有受用果 增上果也有很多 确实是在藏地这边 有些经济上面也有缺乏的地方 这一点可能以前 没有造福德的一种果报显现 这也可以这么说 还有另一个侧面来看 虽然从经济的财富不是很多 但是的确是环境和这些 如今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很难比得上 包括我们新鲜的空气 蓝天白云 还有很多自然清澈的水等等 这些现在很多 包括西方国家 好多都是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因此我们可能在价值观上面 有不同的理解方法 我是这样认为的 下面就是说 有些人之所以对眼前微薄的财富 地位感到稀有罕见 这是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自己是苦路寡闻 见识断见 因为自己没有看到什么富裕的人 也没有看到 古今宗爱的历史当中 如何如何有财富的人的原因 是一个 还有第二个原因 对于现实过于执著的 我们特别特别执著的时候 我那天不是讲了吗 七十年代的时候 在我的乡村 在我的家乡 整个乡里面有一个 好像当时买了一个自行车 有一次刷把子的时候 很多人都到自行车那里去拍照 因为自己没有买自行车 但是在自行车那里拍照 得到一个照片 认为自己真的有买自行车的钱一样 对现实特别的执著 还有当时整个公社买了一个东风拖拉机 然后很多人都是 也是到东风拖拉机那里去拍照 然后就认为自己真的 要开东风拖拉机了 那这样的 对现实特别执著的话 我们今天的执著 应该是明天的梦 我一直这样想 是这样的 这是过于贪执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并没有一无一失的 懂得了前面所说的 像无有数之国等等要诀 因果规律或者是知懂得 有些是知懂得 而没有真正的诚信 以这三个原因有关系的 对因果真正有深信不疑的话 我们看到一些富贵的人 我们看到一些 比如说 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些领导 有些明星 有多少人 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开始恍惚的这些人 这是没有什么的 这是可能暂时的一种因缘 他有一种方便方法来 吸引现在的眼球而已 在过一段时间他死的时候 还是一模一样的 不管是你火葬也好 水葬也好 在那个时候 你还是骨肉的身体 看你灵魂配置的 有没有善法 没有善法的话 也是造业而已 没有什么的 现在很多明星和很多领导 离开世间的时候 什么样的悲善清净 大家都是也非常清楚的 所以这是华智仁波切 说的这些金刚语言 那么现在现实当中 所见到的那些 腐乳龙王 高乳虚空 泥乳霹雳 还有烟乳彩虹的人 也一定会认识到 这些没有芝麻虚的恒上稳固性的使者 而进而必然像单病患者 见到有利的食物一样 感到恶心和厌烦 我们如果真正相续当中 对出世间有特别的向往 而对世间 生起了一种无畏的出离心 很多人都说 你给我加持加持 我生起无畏的菩提心 无畏的出离心 真正是一种无畏的出离心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见到的 特别特别富裕的龙王一样 然后地位也特别高的 天外有天 我们高如虚空 他虚空的话 也可以特别高的比喻 地位特别高的这些人 还有特别厉害的 特别霹雳的话 谁也没办法对他反抗 这样的 还有相当不管是男的女的 特别好看的 像这样的彩虹 人们都特别喜欢的 像这样的这些人 也一定会是 你看见 如果真正你有出离心的时候 在我们世间当中是 富裕也好 特别好看也好 有地位也好 人们一般都是 特别特别羡慕这些人的 看到这些人的时候 你感到 马上都认识到 这些也连芝麻虚的恒场和 稳固心都是没有的 反而像单病者 看到有利的食物的时候想脱 所以真正的相续当中 生起出离心的这些人 他们对没有什么感到羡慕的 应该在《正法念处经》里面讲的吧 一切皆无生 智者不应心 好像我以前也用过 不管是你忠心高贵也好 财富圆满 或者具有种种乐趣的话 实际上一切都是无常的 没有任何信赖的 没有什么可靠的 没有稳固心的 自卑光尊者如来亚尊者 也是说过吧 他看到世间当中 再有什么财富的 有什么才华的话 从来一刹那的羡慕 也没有产生过 我们前面不是已经引用吗 当时华智仁波切他说过 他的上师对世间法 的确也是没有什么 也许这些人在显现上 是好像有财富 有福报 都这样的 但实际上没有一定的贪著 在他的境界当中 可以说 跟黄金 跟牛粉一样的 我们《百业经》当中经常有 观景图品等 你处有真心 烦恼舍不得 逼得无量乐 也是《正法念处经》里面讲的 是真正的智者 他看到金钱和分头 一模一样的 根本不会对世间有有愁 不会有愁的 他经常一切都是 以正知正量而行 这种人世间的贪嗔痴 各种烦恼毒舍 不会要他的 始终处于一种 特别快乐的状态当中 很多人真正生起 无为出离心的时候 能做得到的 可是我们现在 有一定的困难 只不过积累资粮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积累如梦如幻的资粮 还是要积累 一定要积累 但是我们也对世间的任何法 没有必要过于的贪执 否则有时候 我们跟这些世间人接触的时候 真的世间人 对什么法都是特别执著 也感到特别可怜 当然为了今世的受用圆满 尽情积累资粮 对世间平凡人而言 倒也是勉强说得过去 但是沾不上出世间的一些变 有些人对出世间 根本没有奢侈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是一个希求解脱 这个果位的真正修行人 必须像我们前面三番五次 所强调的那样 要做到什么呢 对整个世间法 丢弃脱业一般的 抛弃世间的一切贪执 真正的一些修行人需要这样的 我们前面也讲过吧 世间法和出世间法 一举量都是很困难的 应该 背经理想 奔赴异地 唯一尽处 灵患疾病 乐观对待 死亡灵土坦然面对 而精进修法 如果真正是一个 很好的修行人的话 对世间的一些贪执 全部都是放下来 然后到一些 前往寂静的地方 有善知识引导的地方 去医治 而医治的时间 不要一天两天 然后待一天两天 什么都没有学到 然后生起烦恼 就离开 不能这样的 最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遇到温缘也好 地病也好 什么都是以乐观面对 到了最后的时候 就像米拉日巴一样 即使死亡来到头上 自己有勇气面对 其实真正的修行人 不管是生病也好 死亡也好 或者思想当中的 任何一种违缘和障碍 他还是用坦然来去面对的 这是一种修行的 怎么说 修行到到一定的时候会这样的 而且我们每个人知道 自己的身体是怎么样的结构 知道世间上所有的这些人 都没有一个不死的 最后还是要面对生老死病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状况 知道以后作为真正的修行人 应该是可以有 面对的精神和勇气 我们学院里面 都是有很多高等学校的一些 有些很有成功的 世间当中来讲 是应该很有成功的 不管到各个国家 去留学也好 在一些社会 人们都特别羡慕的这些单位当中 舍弃世间法出家 很多人是不理解 但我想真正有些人 懂得了人生生老死病的过患 在这个时候迟早要面对 面对的话 那么提前你去修行 这是一点都是不可惜 从长远的角度来讲 的确也是很多人 选择执一条路千真万确的 可以怎么讲 但是当然 暂时的一些世间人 他们特别 刚才华智仁波切讲的一样 特别贪著世间法的 然后咕噜刮文的人 还有自己可能对因果 不太相信 对前世后世 不太相信的 这种人他不理解也是非常的理解 他可以这么说 他的不理解是非常的理解 这个词很好 不理解是理解 这个是世学里面专门用这些 学过世学的人不同啊 一位弟子曾经闻不多瓦尊者 仁波切说 如今的末法时代 对于一个修持正法的信任来说 很难得到一时之举 我们修财神法还是修一个摄身术 或者干脆走向必然的死亡 到底是怎么样做好呢 在赵宝瓦面前 也是提出一些问题 其实以前像 佛子问大陆 弟子问大陆 有很多的这些问大陆 现在的世间人 也是有很多的疑惑 我经常有时候 不管在一些知识界也好 或者一些正解人士面前 他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有时候不一定答得很好 但是我还是希望让他们问 这样的好一点 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 以后在弘扬佛法也好 平时日常生活当中 我想跟别人 还是要有些交往好一点 交往的过程当中 对我们看来 特别简单的一句话 特别简单的一个道理 但是对别人来讲 很长时间都是存在心里面 一直是需要揭开的一团 当时大陆瓦仁波切的弟子也问他 说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挣钱也是特别困难 生活也是很困难的 我特别特别穷 那要么我修一个财生法 要么修一个色胜术 色胜术一般我们经常用一种 金丹术 我们以前讲过吧 我原来说过吧 八几年的时候 当时丹堡那边有一些出家人 他们是按照佛藏大师 大乐族的一些丹金术的修法 后来半个月 一个月没有吃饭的 这样的有 确实现在也有这种情况 藏地有这种修法 当伯王面前说 我们修财生好 还是修一个不吃饭的窍诀 还是干脆在赚不到钱 也是恶事 去向死亡 这个人可能比较极端了 当时大波瓦尊者说 即使修财生法 但如果没有往昔的布施果报 也很难以达到目的 而且心里如理如法的修行人来讲 为了今生的利益 而修财生法也是比较矛盾的 真正的一个修行人 修财生为主 这是不是很好的 不过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 我很多人说 让给大家传个财生法 如果财生法人很多 会供养很多钱 那有钱的话也不用财生 他们本身有钱的话 也不用借给他们穿 我有时候开完小说 大波瓦尊者回答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 摄生树也是同样的 在繁荣希望的古代 当时的土石草木的营养 充足的时候 当时倒是容易修成的 而在营养已经殆尽的 现在来讲的话 修摄生树也不可能容易 马上得到利益的 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住相必然的死亡也不合理的 这样也没有必要的 像如今这样 显满难得的人生也很难得的 可是如果你内心当中 真正要想 内心生出 真正生起一种 死于不死都是无所谓 我一定要修行的观念 如果你的内心当中 真的要生起的话 那么永远也是 不会缺少饮食的 这是我们很多人 从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出来 从来都是没有出现过 修行者被饿死的显灵 世尊也是说过 纵然发生一藏身的珍珠 是兑换一藏面粉的饥荒 一藏金珠 那么佛陀的最顺者 也不会有一失之缺 不会有的 所以的确我们很多人 尤其是修行人 我都感觉到 比如说有几千个人 有几千个人的一个道场的话 一般真正的修行人 他并没有 他为了生活而天天地挣钱 不知不觉地 依靠三宝的价值都可以得到 当然作为出家人的话 可能生活 就顾金珍威 不管怎么样都是不会有缺的 《大智度论》里面也说了 出家的人表面上 今生有苦心 但后世会感到乐的果报 而在家人今生当中 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有因有 今有 但实际上 造的善业是比较少的 来世还是感受痛苦的 也比较多 出家人显现上 可能有一些苦心的 但实际上遇到了 特别大的痛苦或者恶事 这些是绝对不会有的 因此我们在想 修行造福德的话 不会趋入一个特别糟糕的地方 不会到这样的境界 而且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还是行持善法 不愿意为了生活 造一些恶业 《陀罗尼戒经》当中也说过 宁可贫穷修处善法 宁可贫穷修处善法 不诸富贵而行恶业 意思就是说 宁可成为贫穷 行持善法 对生生世世来讲 非常有意义的 而不会趋入有富贵 有造恶业的 我们有些人可能 比如说 虽然造恶业 但是赚钱可不可以 但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是不能赞同的 的确也是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即使可能生活 稍微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不应该造恶业 这是基本的一个原则 他这里也这样讲的 说 作为真正的大乘佛子 为了利益众生而向 如果一个人是 为了自己而获得佛果的话 其实这个是 不能介入大乘的行列 这个一点大家要记住 我们很多人确实 自私自利的心 特别特别重 你要想往生的话 就是我往生 根本把众生 不当做什么事情 然后修行也好 禁止也好 为什么我们所有佛法当中的 开头 结尾 然后中间全部都是 要讲一个利益众生 这个是大乘佛教的 最根本的问题 如果根本的东西 舍弃了以后 我们大乘法的本质 已经失去了 所以这一点 即使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能完全 无畏的菩提心不一定生起来 但是我们再三地想 心毕竟是有没有法 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可能不懂 慢慢慢慢的话 我念《普贤行愿品》 还是为了一切众生 这样短短的念头 逐渐逐渐 确实你的行为当中 能生起菩提心的 这个是我们很多道友 刚开始来的时候 自私自利心特别重 后来不管是在发心也好 好多行为当中 看得出来这个人 只要对众生有利的话 愿意付出 这就是大乘的发心 这是 无论既质量 还是净除罪障 都必须要为一切众生的利益作向 绝不能参照自私自利的心 一点也不参照 我们作为凡夫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尽量致知 这一点至关重要 倘若如此修行 那么自己的利益 以及今生的幸福 安乐等 不就也会自然而然 会获得的 其实真正利益众生的时候 你自己的这些 比如说我们为众生发心 我们为众生做什么事情的话呢 那么自己的这些修行 自己的很多功德 自然而然弄出来 所以包括我这边 学院里面的有些发心人员 我们现在有些技术上的发心 有一些高等学校的 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水平的人在发心 有些人给我说 哎哟 他们太可惜了吧 这样发心 我说 不可惜吧 他们如果在世间当中 可能也是只是家人一般的一个人而已 然后在这里 通过他们的智慧和通过他们的发心 直接或者间接利益很多众生 对他们来讲 这不是什么弹幕的 对我来讲 也没有害别人 比如说我们学院里面的 某某某发心人员 在哪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 这个部门的话 其实真正这个部门 为牵涉到利益众生的话 这个对每个人来讲 不是什么发心 对你来讲是有一种 但是关键 大家记住的话 不管是你发什么心 还是有一种回向 刚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医院里面发心 我今天医院里面发心 是为了众生而发心 我去的时候这样的 下班的时候 我今天所作的 回向给一切众生 然后我们其他任何部门的 这种发心 有这样的一种设置的话 我想这些都是应该设置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态 即使你天天都是禅定 天天都是闻思修行 天天都是坐在法座上 给别人夸夸其他人 啊 啪啪啪啪 说是像我一样的 但是内心当中 没有菩提心的话 连小乘的这种善根 不一定有的 所以我想发心不会重要 乃生心重要 《前情备忘录》里面也是引用 发心乃肥药 而生心极为药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发心都是都在发心 表面上 但实际上你生起没有这种心 生起这种心的话 无论是你天天都是在一个 从来没有任何佛教的地方 烧厕所 但是实际上你真的是 菩萨的行为 善根作词回向一样的 倘若如此行 那么今生的幸福和不求 也是自然而然会得到的 就像电火的时候 烟自然而然会产生 播种青稞的话 这个火苗自然长出一样的 为此我们无比要抛弃 如毒药一般的 追求自私自利和今世的这种心 这个是就像圣礼道歌里面讲的一样的 一定要舍弃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善根下去 nome啊 善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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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根êt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